基隆市議員蓮恩典在總質詢時 談到和平島觀光車流的問題 特別是到外國去 還有在中國大陸裡面看到很多 你到了一個景區就停在外面 所有的車子就用他們的車子把我們接進去 那你知道那邊的這樣子的可以養活很多人 車子也好 我們接待的車也好 或者是那你一個 我們的車子進去都是一樣的規格 大小 我想這個民眾 和平島民眾就不要跟他們有很多的糾葛或糾結 用我們專業的車子把它帶進去 然後讓他們在那邊參觀以後再把人送出來 市長謝國良大巡使則表示 和平島未來還是會持續發展觀光 而且當地還有空間僻見更大的停車場 我多次去那邊繞 就覺得說那邊現在還沒有積極的開發 而且那邊其實已經有業者在經營停車場 可是知道的人卻不是很多 所以我認為說那邊其實要宣導一下 我甚至剛剛跟交通處建議說就改名叫和平島停車場 而且那邊其實有空間 屁建更大更多的停車場 這是交通配套的部分 謝國良畫風一轉更強調西班牙人來台400年 這幾年市政府將會和西班牙方面合作觀光事宜 未來更希望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城市締結為姐妹市 西班牙400年我們即將要合作的部分 包括他們的國慶日是10月12號 跟我們就差了兩天 所以應該在西班牙400年也就是民國115年的時候 合併舉辦一個兩國的聯合的煙火 我覺得也相當有意義 至於說這個聖沙爾瓦多政 您也知道400年前 台灣最早的一批的這些傳教的遺跡 古蹟 我也跟這個西班牙的代表 我們大概在年底左右還會碰面 而且持續的交流 這是一個對我們非常友善的 而且他也主動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姐妹式選項 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我們基隆 在我們之前 在我們上任之前 是沒有歐洲的姐妹式的 所以我想我在明年度 我一定要想辦法 來締結一到兩個歐洲的姐妹式 其中這個意大利有一個羅馬 羅馬本身是沒有郵輪的 但是羅馬的近郊有一個城市 叫Civitavecchia 在意大利跟梵蒂岡那邊的人 都是從那個地方上郵輪的 它等於就羅馬的基隆 我怎麼講 因為台北也沒有辦法上郵輪 你要來郵輪要來基隆這樣 另外林恩典也希望市政府 可以利用六二快速道路橋下的空間 好好規劃利用 像這種地方適合做什麼 那這個活動真的充足了證明 因為下大雨 在不管是表演的人 還有這個來的聽的觀眾 在那邊都沒有影響 那特別是在六二的橋下 其實有還很多地方 像八斗路 這個八斗路有這個六二的橋 有好幾好幾塊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我記得他在放棄港的城市 在港港的城市 在歐洲